今日的ET国股推荐是农夫山泉9633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祖减选原因是 在高通胀、美国联储局紧缩政策等影响之下 港股未摆脱弱势 短期反弹之后不排除继续下市低位 策略适宜先关注基本面较好的股份 农夫山泉具有盈利稳健增长、高市占率等优势 可以加以关注 卖农夫山泉去年全年的务利率是59.5% 在行业大多数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而挤压务利率的情况下 仍然按年升到0.5% 亦高于其他食品、饮品、龙头品牌股 以饮品类别分析 同期康师傅和统一的饮品务利率分别是33.8%和38.6% 由于成本控制得已 农夫山泉去年整体收入增长三成 去到297亿人民币 收入表现远超过行业整体水平 其内盈利增加36% 去到接近72亿人民币 金银国际预料 农夫山泉今明两年的盈利增长持续 分别按年会增加1.5%和3.3% 去到83亿和109亿人民币 走势上纳3月底至今 农夫山泉呈现三角形整固 策略上建议等候近期低位大约39元吸纳 可以以主要大约吸纳的目标格 平均45元为目标 跌穿37元的话就止泄 还一查过观看 推便 和訪 设计 农夫山泉员 现しい 市ats 市ats 市ats